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日之事实在抱歉 殿下言重了 陆仲成是担心 齐王和忠书令才把令爱送走的吗 陛下 他不许可吧 我会想办法的 臣也一样 不赞同 对我 我也知道 我没有资格 来请求陆仲成什么 我是君 你是臣 我的请求都会变成要求 我的诚意 在仲成看来 也只不过是上位者的 虚伪辞令 殿下言重了 臣 施不忍足听 可是就算是这样 我也还是想厚颜请求陆仲成 我不是在选太子妃 我想求的 是相濡以沫的夫人 我也答应仲成 一定会借尽全力地保护她 没有力量也想保护的人 阁下 不用理由就会相信 没有力量也要保护的人 阁下难道没有吗 我 还真没有 我也有 你怎么来了 明早要前往行宫 今晚殿下要在宫内容装施驾 陛下要殿下 立刻回宫 殿下是国家之君也是国家之臣 殿下应该比臣更民慢 殿下应该竭力保护的人理 小女不该局限 殿下的诚意 臣从未质疑 也带小女感谢殿下错案 但是诚惶诚恐 臣已将小女许驾故人之子了 她此去 就是为了完婚的 小女蒲柳若智 毫无可取之常 还请殿下 以国事为重 以自身为重 不要再为此戒怀 堅 殿 殿 可待的意思 不应该是可待追忆而失 请你 再等等我